保定博物馆是新落成的综合性免费博物馆 除了保定博物馆本身 还设置了保定美术馆 以及观看清大剧院电影院 目前展厅一共三层 自驾车方便 直接导航博物馆对面的居然之家 专门的停车场 停车费是两块钱一小时 在博物馆的logo下面就是博物馆的入口 注意周一闭馆 开放时间是早9点到下午的4点半 进去以后会检查预约信息 看一眼就可以了 预约就在保定博物馆的公众号上 没预约需要登记身份证号以后也让进 入口的左侧是出口 出口处有博物馆的免费章可以盖 一层进门是大厅和服务台 服务台可以咨询当天免费的讲解时间 有免费的存储物可以存包 大厅春节期间主要是介绍龙年龙相关的文化 还有一些非移的传统的民俗活动的展示 还有盖章打卡送小礼物的活动 只不过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 大厅中比较精彩的就是卓州的淡雕 其他包括花丝香榭都一般吧 博物馆一层有三个展厅 两大一小 您从太行龙几顺着参观就好了 是看保定境内的长城 有各个朝代的长城遗址 比如春秋中山国的遗址 战国燕长城的遗址 现在保存更好的呢 当然是明长城 我在介绍异县攻略的时候啊 就说过紫金关长城 保定目前主要的长城呢 分布在来水来源和异县 像浮屠玉长城 乌龙沟长城 这样的原生态的长城啊 近几年呢 比较有名 那是和北京人自驾来玩 车程的时间呢 与北京京郊相同的 风景不错 有山有水 徒步露营都很合适 物价相对更低的呢 是来水来源和异县三个区域 当然唐县也不错 只是车程要远一些 长城展厅后面呢 就是抗战时期的长城 以及改革开放以后 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接下来呢 再看一层的小厅 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专题展 保定市内呢 好像有这个的专门博物馆 一层最主要的展厅啊 是最后的保定机翼展 长设的展览 就是介绍保定的特点特色 门口这张图啊 您可以看一看 保定市及下面县的一些特色呢 都表示出来了 像我刚才说的来水异县 旅游除了风景以外啊 还可以关注他们的特色 比如来水 有升管乐 高落音乐会 还有踢球啊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足球还是足球 还有景台来的火锅 红木家具 这个灵伦祭典啊 应该是祭祀的音乐 异县呢 就是雁台 我在异县博物馆的工业里啊 说过 还有龙母 这个我没看过 异县的脚胎盘呢 也不错 还有刺绣 后山文化 燕子古月 保定记忆呢 还展示了河北的戏曲 河北帮子 花丝镶嵌的记忆 京秀 吃的呢 有驴肉 直立官府菜 原来保定啊 还是北京中药材的买卖集参地 一层三个厅看完呢 就可以乘滚地去二层了 二层呢 有一大一小两个厅 二层参观的起点呢 是从小厅的灵展开始 介绍的是古代铜镜 基本呢 也是按照历史时期 介绍了不同的铜镜造型 以及铜镜是如何制作的 铜镜在古代实际生活中 如何使用 二层大厅呢 是长设展 叫保定故事 按照历史顺序 讲述了保定地区 主要是考古的遗迹和文化的形成 珍贵的出土文物偏少 主要看的呢 就是汉代的铜马两只 定谣的白瓷龙吻大盘 白瓷比较珍贵啊 管中据说还有原青花啊 但是我没看到 如果您来了话可以重点找一下 这个呢 是金饼 保定市内的连池书院呢 也比较有名 是雍正的宠臣李卫健的 不过连池书院比国内的四大书院的地位啊 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展厅最后呢 是民国后的保定和解放后的保定 解放后保定啊 在1949年到1958年4月 1966年到1968年 曾是河北省的省会 那您知道1958年4月到1965年河北省省会是哪儿吗 参观完一二层呢 保定博物馆的部分呢 就参观完了 三层是保定美术馆 不过目前啊 只是宣传性质的林展 与纯艺术啊 相关性不大 所以我也不太推荐 整个博物馆参观的时长呢 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交通便利 旁边的商场呢 可停车可餐饮 博物馆门口的糖葫萝不错啊 春节期间十五年三串 比北京便宜还好吃 博物馆门口呢 还有雪场和北京一样啊 价格也一样 有的呢 还稍微贵一些 所以不太推荐 如果您觉得我的工业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 看看我的橱窗